好的 今天我们来到朋友家 哎 好久不见的俊哥 王哥还是俊哥 俊哥 好 今天有没有看到他手上拿的这个是什么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这是PS5 哎呦喂啊 哇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实机 有钱都买不到 有钱都买不到 这么拽就对了 哎呦哇靠哇靠 他还是要预购很烦 我跟你讲 我今天就在门家 来试试看这个PS5 哎呦哎呦 哦 哦 これはPS5 这什么 FF 7 7 哎呦 这个画面你看看 这个是4K 120帧 是吧 传说中的4K 120帧 OMG 对啊 还想当年 FF7的时候还是回合制啊 现在已经变动作游戏了 得死 各位看一下 PS5 这么大台诶 真的很大台诶 很像空定器 哎对 有点像空定器 我真的想讲 哇 这感觉 放在家里放一台好像也不错诶 不过不用怕 我们家以后一定有一台了 我已经先 standby好了 哎然后他这个按钮在哪里啊 他没有按钮吗 不是通常 这里吗 这里吗 两颗小小的 可是他其实现在都可以直接用这个 摇杆操控 直接用摇杆吗 哎然后 听说啊 这一台啊 现在目前最强的 就是他的 摇杆 哦 这体感吗 嗯 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吗 就是 他不是 一进去设定的时候 有一个 PS的小游戏 哦 我不知道诶 你没有玩过吗 没有 布布啊 然后捏一点 这个这个这个 playroom 这个 我一直想试这个 因为这个是他为了要展现他那个 他下载 啊 为什么要下载 他先免费 NoNo Ehhh Further No No 我们家的电视还没有到 Ehhhh Ehhhh No No 你爸紧张了 我的 mata紧张了 不行 你过来太危险了 你离 那电视远一点 别都拍一支人 Charlotte 差一点一点 就把人家的那个 电视回来了 这一台SONY的 900 九千 H 是吗 我忘記型號欸 但應該是 但是65吋 我當時 55吋65吋在那邊 猶豫超久 你有了 你有了 你已經有了 沒有交換 你的 你玩這個啊 啾啾啾 你用這個啾啾啾 你也是第一人 拿Switch打PS5 厲害 可是老實說啊 PS 其實我從PS1到PS 123 4 都有 但是我說實在話 PS 我不知道欸 我以前 我以前會買是因為我覺得這種家用機 它可以這種大家一起同樂 感覺很好玩 可是現在的遊戲都喜歡做大作 可是這些大作呢 很多都是Online 它真的不用Online啊 就是Online連線玩居多 就是你說 出這種我們這樣坐在一起玩 的那種遊戲越來越少 還是有的 在我身上我就感覺到就是 就有點皮 感覺 感覺沒有以前的那種Fu了啦 就是那種打電動大家一起 然後輪流 像以前啊 PS3系列 欸 PS2 時代還是PS1時代 我就很喜歡玩鐵拳 那時候就是兄弟姐妹 那揪就是在那邊 直接在那邊開打 然後輸的人要懲罰之類的 輸的人就下去贏的 繼續留著 我知道啊 這個有那個Street Fighter啊 對啊 你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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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Fighter 這是他們這兩隻 就是 像他們現在遊戲 大概就分成兩個面向 Switch是比較多 是那種 家庭 大家一起玩 對 它離間比較好玩的 對 然後PS5 PS系列到後期 其實它都是以大作跟很厲害的IP為主 嗯 是 就是 我覺得PS XBOX有一點介於中間啦 可是 XBOX我也買過 欸 其實老實說 我沒有做遊戲頻道很可惜 你知道 因為我以前 真的幾乎你所講到的機台 甚至從超人到紅白機 我都有買過 對啊 像SEGA SATURN或什麼 直接SATURN 還有以前還有一台64 那個N64我都有買過 你連N64都有 我連N64都有 3D MARIO 那時候 呼呼 呼呼 那我覺得它現在很不錯的是 裡面也可以玩 PS4的遊戲 啊 這是一定的啊 這個從PS1到2到3到4 都是一直承接啊 就是你都可以 可以 它這樣都會復刻以前的 因為以前有 有很多款是我自己 很想要再玩的 是 可是其實 我現在就會覺得 玩遊戲又要再去玩很久以前的遊戲 呃 就有點爛 可是 經典的還是很好玩 可是我不太會 我還是會想玩新遊戲 可是現在的遊戲 太多都是 線上連線啊 或者是 真的畫面做得非常非常漂亮 然後你知道那個跑起來 那個 有長度 對對對 但是 總覺得少了一點些什麼 欸現在PS Plus多少錢 那個PS 喔我 你看 十二個月一千一 我是買這個 三個月 每三個月 48 Plus 我覺得蠻划算的 還可以啦 因為啊你看喔 它一個月九十九塊 像我上個月 我就下載了那個 這個 女神一文入讀 放放啊 然後這個月 我就有下載那個 Monster Hunter 這個 那個 那是什麼 喔你用下載 所以你是買數位版 沒有我是買光碟版 光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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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啊 我一定買光碟版 告訴大家只有一個原因 因為光碟版呢 你光碟還可以再去賣 你如果端成 我都是這樣想 但我從來沒有買過 喔我有欸 我會去賣欸 我會去賣欸 就是一段時間 我就會去換一批換一批 就是你可以去折價 哎唷喂啊 欸現在PS5 你都PS4的遊戲 5的我都還沒有買 5的我都還沒有買 5的我只有 專放喔 5的我只有 無聊的專放喔 什麼無聊 PS5欸 要還買不到欸 你做好 5的只有這兩天 我看 就好 喔有 有迪都郎 好嗎 迪都郎跟這個 這PS5現在本來就沒有出太多啊 沒有沒有 對啊 大家可以陸陸續續啦 然後像 今年底他那個 太空戰士十六 會不會出 是 然後再來是他三月 三月中四月初的時候 會出那個 太空戰士十四 他是網路版的 喔 那個 新 新的IG 是 是更新就對了 那個很厲害欸 那個很厲害欸 他還給你這個 真的很屌欸 PS PS5 其實 老實說啦 現在對我來講 是一個 很想要擁有 但是擁有了以後 也不一定會有時間玩的東西 我那時候本來是想說 就不用那麼 嗯 結果就 就不小心急了一下 他買送的 蛤 他送的 你送他 PS5的 對啊 你怎麼買到的 欸我爬文排很久欸 他買紅牛啊 哈哈 這能講嗎 你怎麼買到的 我就上網 對啊 給大家一點建議 我就上網 我去奇摩拍賣 然後跟蝦皮 然後我也加Facebook 然後我就去找 因為那時候在情人節前一天 我就想說老娘要送他一台 很屌的 驚喜 驚喜 然後我就看了很多 兩萬兩千元 他們都是在中南部 行情都是在中南部 然後我就想說不行 然後我就慢慢找慢慢找 然後這一台呢 他在板橋 然後面膠 然後我就問那個人說 你是怎麼買到的 他說他排隊 喔他排隊然後賺差價這樣 對 他說排隊 那這一台原本這樣價格是多少 一萬五千九 然後你買兩萬 二 二 喔 優秀喔 他排多久 他排不用 可以算他實心了嗎 老實說 老實說 你去排他不會排很久 對啊 他就是現貨給你 而且 他排多久 只是量少而已吧 對 因為你一超過那個量 你可能乾脆就不排了 哎呦小朋友 你在幹嘛 他現在就是飢餓行銷 你要去釣魚啊 他還有說 他還有說 我問他說他一次帶幾台 他說他一次只帶兩台 我問他為什麼 他說因為一台要七公斤 很重啊 體力不夠 哈哈哈 所以他再多找一個人去 他可能就可以多搬幾台這樣 有可能 那他應該是有 有 有路子吧 不然 不是通常限購嗎 沒有 就地下街的那個 嗯 他的發票是地下街 遊戲公司 嗯 哦 像什麼 遊戲之間那些 他們會預購 可以拍 你知道現在 直到現在喔 只要什麼網路賣場啊 只要 只要一開 就瞬間沒了 瞬間大概30秒內 算 就沒了 可是他有一次要按電 你小心你兒子把人家的電視 那個電視很貴 那是Sony的電視很貴 請勿 請勿 你在這邊 這邊 這邊 喔他還有很多經典遊戲 對啊 這就是 你注意你兒子 他要拿去卡電視了 你 把他帶開 想要很怕 我很怕 他那台電視很怕 你要不要把這個放在前面 他這台電視要不要八萬 不用不用 六萬 差不多 五萬五 五萬五嗎 還是六萬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 這個是最完美的組合 對不對 PS5最完美的組合 對 他很多 你自己坐著玩 坐著玩 這裡來 開始了 坐著玩 開始玩 沒有去前面 在這裡就好 在這裡就好 所以其實我覺得 怎麼講 老實說我是不急啦 而且他現在其實很多遊戲也都還沒 還沒上 所以其實也不用急於現在 有很多我上網看很多人開箱都說 值得買 但不急於現在 對不用急 因為遊戲還沒有戳 對啊很多遊戲都還沒有跟上 好 喔很多 喔戰國巴沙拉耶 哇這個 這個也太old school了吧 我以前很愛玩耶 我以前愛玩戰國巴沙拉比三國還 還多 就是還多一點 我覺得他的做得比較好 好懷念喔 欸我之前還賣掉我的PSVR 我在PSVR一出的時候我就買 真的假的 我還沒有查試過耶 我跟你講 可是他VR的遊戲 是不是跟這個一般遊戲不太一樣 呃他要VR遊戲 可是我覺得PSVR是真的就是未來 你其他平台的我不知道啦 但是PSVR是真的非常沉浸式 就是他有幾個遊戲 然後那幾個遊戲玩起來都非常刺激 噢那個 那個我不知道有沒有出來PS上面 可是那時候VR買了以後就發現 遊戲跟不上啊 就只有那幾款而已啊 而且沒有大IP合作 有點可惜 就可惜 可是我必須說PSVR是 如果用那個來玩那個205寶寶 嚇死 會嚇死 真的會嚇死 我覺得那真的會嚇死 就是他那個VR的體驗是 是最棒的我覺得 可是 老實說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遊戲製造商 要製作的成本太高了 他的那個 遊戲成本太高 我玩過了 好不好 欸 這個我們剛剛那個載完了嗎 我要來實際試一下 這一次喔 所以 所以這一台你們就是買了2萬多 2萬2 所以你 所以你們覺得值得嗎 現在目前為止 不知道啊 蠻好玩的 而且很爽 就是 你擁有就是跟你不一樣 OK OK 有點虛榮感 對 就是一種虛榮感 虛榮感 虛榮很爽 我有 你沒有 我跟你講我家有PS5 啊他們有說很興奮要來打嗎 有 大家都說要來 結果他們來了嗎 有啊 他們打完以後想買了嗎 就是買不到啊 其實因為我覺得他這一次PS5的那個定價真的不貴 跟以往 是啦 的的確確啊 他家1萬5嘛 一片遊戲嘛 然後加一隻搖桿嘛 就只有一隻啊 啊沒有嗎 對 但是也附一隻搖桿 OK 好啦 OK啦 這個我們只是帶大家來 一睹這個 PS5的風采 他算是世代主機的啦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表現比較好 對啊 不過他的那個操作的那個 搖桿我還沒試過 我還沒試過 大家來試一下